這麼認真的喔 這麼... 射拔 沒有這麼認真 維林有這麼認真 看了一千多部 他就是... 不是...他就是很... 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方面做得很好 根本就不需要我去講 也不用觀摩啦 本身天生就是... 有天分就對了啦 我覺得這個... 當然這種東西 我們不太好一直講 但是事實上這種跟天分 還是有關係 所以夫妻的感情好愛 其實跟這個... 我覺得還是很... 很滿重要 很重要 少俠有受惠到喔 就是對方這麼認真 我不能說是他那麼... 他跟你一樣很認真 他應該比較有天分 他不需要要看500部 只要看5部就好了 對 所以我覺得500也有點多 其實我495部 其實是看自己開心的 對啊 我就覺得... 所以其實也是5部而已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一些狀況是 就是不想要被人家看到 但是被不認識的人看到的 陌生人啦 對 哇塞 對 有一次我坐在公車上 那... 你不會... 在公車上 沒有... 沒有... 你們搶歪了 我就是花手機 我有一個群組 跟多個朋友一起 就一個聊天室嘛 在LINE或是WhatsApp 我們男生... 很愛分享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那我旁邊坐一個... 我猜大概12到14歲的一個男孩 台灣男孩 那我發現... 他一直看我的手機 我就拿手機一直滑滑滑 然後他一直... 而且... 很明顯 他不是... 他不是這樣子看 他是... 這樣子看 他... 一半已經在我的位置上 我覺得很奇怪 這已經很明顯的 那我跟我的多個朋友聊天 然後... 很突然... 我的多個朋友傳一個... 女生的下體的一個照片給我看 就是真的看到重點的那種 那我覺得... 我就嚇到了 然後那個男生就... 看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說... 他現在還在看喔 他完全沒有尷尬的反應 然後我就說... 我就叫我的德國朋友 我旁邊有一個男生 你們都穿幾張照片好不好 我想看他的反應是什麼 那他們就穿很多那種裸體的 那個男生就很享受 他就... 就一直看喔 我覺得... 我還故意把手機 就往他的方向轉一下下 那我想看他到底什麼... 他會跟我講什麼 他說... 然後他快瞎指他說... 不好意思 可以跟你交朋友嗎 我覺得... 到底是怎麼樣的 就很奇怪啊 都是你們這種人 因為我在車上也是看到一個人 在看那些怪怪的照片 那我也不想看 但是撐不住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 那時候我上那個監獄的時候 大家都在刷手機 然後我也想刷 但是我發現我手機已經快沒電了 然後就坐一下 但是我旁邊有一個男生 他也是在看這些怪怪的照片 我也不想看 但是我一直說不要看... 不要看... 但是那個男生一直做一些 怪怪的聲音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看了一下 就看到那個東西 然後就... 頭都慢慢開始... 但是我也不想看 你知道 我也不想看 但是沒辦法 那頭一直... 對啊 就是沒辦法真的 所以我覺得最好在那一種地方 最好就是不要看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 對啊 你坐公車 你拿報紙再看 隔壁的人都會這樣 會耶 就會覺得說奇怪 這個新聞我怎麼那麼想知道啊 平常還不會對不對 變得好好看 真的有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別人的報紙比較好看 而且永遠別人的東西 我想都比較好吃 對啊 對 可是因為可以看免費的報紙啊 你看看新聞 其實我們在坐飛機 也有這樣的經驗啊 前面人家看報紙 我們就一攤... 但是很奇怪 對 我覺得是因為台灣人很愛八卦 很愛看別人的東西 就是他的八卦 他那邊的事情 比如說 好 我之前 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們在公車上聊天 然後剛好我旁邊有一個阿嬤 然後我就感覺他有在壓我的身體帳 慢慢的移過去 開始看 但我那時候跟我女朋友 講一些私密的東西啊 然後他說 等一下要過來是不是 我在等你啊 我傳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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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看那個阿嬤在看 我就立刻換英文了 就開始跟他講話 然後那個阿嬤 他就已經看完了 他說 你中文不錯喔 阿嬤 阿嬤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看到了 我有比較恐怖的經驗 就是 在台灣去健身房 我以前去Wordgy的健身房 然後在那邊有很多男生 喜歡男生的 嗯 我去洗澡 然後洗澡 有一個男生 打開我的洗澡臉 然後一直看我 然後我去洗澡臉 你看 要幹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他很厭熟 看個不停吧 他的表情是不是 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你 可是我真的很奇怪啊 那你沒罵他啊 你要幹什麼 然後說 對不起... 然後就走了 每個洗澡臉 都有一個小的空 所以每個男生可以看 真的嗎 真的 我也是在那一家健身房 哪一家 健身去的... 動畫的 動笑動畫的健身 真的嗎 真的 女生是被弄壞的 還是他裝 本來就是長這樣 他是故意被人家剪開的嗎 還是他原本的浴簾上面 就有那個東西 我不懂你是不是 那個洞 沒有 是被挖的 是被挖的啊 因為我也是在某一家的 是你挖的對不對 某一家的那個游泳池這樣子 然後因為游泳完的時候 就大家就在排隊去洗澡 然後洗澡就是隔間 就是一個小小的場地這樣子 我不知道 是會有一些人拿工具進來的時候 然後就把那個洞就挖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感覺 這麼會有洞在這邊 過一個禮拜就是它被補起來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 就被挖另外一個洞 怎麼可能啊 真的 很奇怪耶 真的 對啊 男生們怎麼這麼有活力 一直在挖洞啊 真的好厲害喔 對啊 對啊 我也上過一個廁所是滿尷尬的 就是我在台灣在上廁所 然後 就是裡面已經有我 我在大號 然後有一個人他走進來 然後開始敲門 我不回我害羞耶 但是你打 你不回人家怎麼知道裡面有人呢 你打不開啊 已經說了啊 他搞不定就不可以卡住而已啊 他看到我鞋子耶 因為人家叩叩 你就叩叩叩 回人家一下就好了啊 大家叩叩 叩叩 我沒有回 結果他就開始 把那個門就搖搖搖搖 要打開 裡面有人耶 結果我們那個有那個很... 那個風 在那個門的那個跟牆壁 結果我看那個眼就這樣 沒有人啦 你有什麼 丟一塊給你 我也有這種紀念 但是那個廁所 剛好我要再上廁所 我發現就是全部都滿了 我還是要等 但是有一個沒有人在裡面 但是那個門都不能縮 你們有遇到 不能鎖的門 完全不能鎖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 一定要上廁所 所以我就進去 然後開始上道號 然後我就這樣子推著門 但是沒有人來 然後我就算了 然後就繼續... 繼續用 然後那個人就是過來 但是他都沒有敲門啊 他就自己把門打開 然後我就說 我說不好意思 我再上 然後他說對不起... 然後就關門這樣子 然後上完之後 最尷尬的就是 他在門外面等我出來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有點怪 他說對不起... 你都開始跟我聊天 我們在男廁所裡面 你還有什麼可以聊的嗎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尷尬 而且我剛上完那個大號 我還沒有洗手 那個男生在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 他進去的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裡面還是有味道 我就覺得自己覺得很尷尬 你沒有沖水 當然有啊 但是還是會有味道啊 對啊 現在在那張車所的故事 我也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去那個太費車站 在那邊上廁所 可是其實我覺得那個地方 是真的不能去上廁所 因為我有一次 就是剛好就是上班的時間 我要經過那個太費車站轉車 那通常我就會忍到我回家 再上廁所 因為我不喜歡在外面 就是用那個公室廁所這樣子 那結果就是很擠嘛 就是去太費車站 進去的時候 就是人在排隊 因為下班的時間 那看到一個人就是在那邊 就是在尿尿 就是覺得 其實他已經在那邊很久 其他人都離開 因為我在排隊 所以我看到已經 其他人都在離開 他還在尿尿 像說可能是老人家嘛 那結果之後 旁邊的人就離開 然後輪到我 我去他旁邊尿尿 他還在尿 然後重點是他就感覺到 他的頭其實沒有在往正方這樣子 他的頭是往旁邊 然後我... 他在看你嗎 對 他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在尿尿 他就是一直站在那邊 在看旁邊的人 女人私上沒有命 男人請別虧視隱私 我知道男生都不喜歡女生看到他的手機 可是為什麼我遇到的男生呢 都很喜歡看我手機呢 是我比較好欺負 還是你們不懂我的同底心 可是通常我不爽之後 我也就默默的不爽了 嘿嘿嘿 因為我不想吵架啦 所以但還是希望以後 不再偷看我手機了 拜託 我也要再去看你 好 我不想想說 那就是我